今年在内地某选秀节目中进入五强的歌手爱依良 将于8月17日晚间举行小行礼服 当天下午她也是抓紧时间彩排 只为精益求精 当天爱依良的偶像小雨也来到现场 两人将在演唱会上合唱一曲《黄丽玲的920》 面对小雨爱依良频频施爱 简直是旁肉无人 其实只要跟小雨唱什么歌都好 就是她从第一张专辑 我就就是她的小粉丝 然后这次就是要她来 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们两个的声音 如果碰在一起应该会有蛮妙的一些化学效应 就是有一点在示爱的意思吗 嗯 对她吗 我对你啦 我对你 没有我是太崇拜了 因为真的从第一张到现在 然后都有在听 彩排现场爱依良给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周杰伦处女专辑中的印第安的老班丘 被她灌以新鲜的味道 刚刚还对小雨大献殷勤的她 话锋一转表示 其实我也是那个 听着学生的歌长大的小孩 然后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 完全没有被打到的歌 你知道 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 我觉得这首歌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然后就算是像 像那个周董志毅 然后也想测试一下 就一些新的音乐玩法这样 翻唱的印第安的老班丘果然厉害 而之前入围新曲让她有机会登上小巨蛋 回想起当晚自己的表现 她却用白痴来形容自己 因此借着小雨当天送上的满蛋全席 爱依良也希望 可以早日登上小巨蛋的舞台 举行个人的show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